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新潮雲頻道 格仔在這裡 上天的郭靖彤在這裡 大眼在這裡 今天我們就要說 美軍遭遇半世紀以來最大的損失 最強的韓武殺手終於現身了 我們稍後看看這件事 之後的就是 又出現一宗審死官 一名14歲的男童在搞事現場斷政 做被警方在他的背囊裡 搜到很多搞事物品 但竟然被這位主審的溫官 在強力的助攻之下 被判無罪釋放 我們稍後看看這件事有多過份 之後的就是 羅冠聰竟然在正式的官方場合 代表著香港會見英國的內政大臣 而在羅冠聰的身後 還竟然插著一支特區區旗 再加上旁邊有一支英國國旗 同場家應還有李宇軒的妹妹 都在現場 正式宣佈借他哥上位 我們稍後回來看看 在節目開始之前 記得分享讚好留言訂閱 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兩個的Facebook專頁 我們首先講一下 美軍至半世紀以來 最大的損失了 整件事發生在今年7月12日 當時一架命名為好人查理號的兩棲攻擊艦 亦都有准航母之稱的船艦 就回到美國那邊去進行一個改裝工程 這個改裝工程也是一個邪惡的改裝工程 為什麼我們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本身這架準航母並不具備搭載最新型戰鬥機的條件 最新型的戰鬥機就是F-35B垂直起降隱形戰鬥機 很明顯這個改裝是針對著我們中國而來的 這架船艦一直停泊於日本的佐世堡軍港 而之前這架好人查理號 就經常在中國的東海和南海耀武揚威 就彷彿自己好打得 但是他也有一個明顯的缺陷 就是因為這種船艦在設計的時候 不能夠起降一些比較大型的噴射機 自從特朗普上台之後 處處針對著中國 這架船艦的性能就不夠做 那就要拿回去改裝一下 本身這架船艦只是具備兩棲的攻擊能力 它最大的作用就是搭載著一些海軍陸戰隊的成員 透過直升機或者放一些在船艦載著的汽展船 去進行這個登陸活動 再不是就是起降一些比較大型的飛機 例如一些垂直起降的魚鷹飛機 去到進行攻擊和兩棲任務 而搭載噴射戰鬥機只是它的副業 所以這些軍艦我們一般都稱為準航母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由於特朗普政府窮兵俗母 所以他們更新了他們自己美國海軍的計劃 由原本他們計劃一艘航空母艦 是擺在前線 一艘就正在休息 而另一艘就正在維修 這個戰略就改為到 要有一艘就正在前線 一艘就準備在前線 一艘就休息 一艘就正在維修 本身你的船艦就只有這麼多 何來又多一艘呢 所以就強行把這些準航母進來 就當作航空母艦用 但是強行把他們當作航空母艦用 都要經過改裝 所以這艘好人查理號 就在7月的時候 就拉回美國聖地牙哥海軍基地 進行改裝 但是好經不常 這艘船艦 去到7月12日的時候 就發生了這個大火 而這場大火 足足燒了四天 有六成的艦體面積 都是被燒毀的 當時大家還以為 這艘好人查理號 在撲拭了一場火之後 就可以盡快復收 然後盡快投入戰場 因為現在美軍的正式航空母艦 只有十艘 完全是不夠用的 但是經過初步的估計 要製造好這艘好人查理號 足足需要25至32億的美金 去製造好它 這樣圍起來 成160億港元以上 至240億 都挺貴的 本身 要重新造過一艘這樣的船 只需要12億美金 即是80多億港元 完全不划算 整理它 治療藥費 不如整個價 還有沒有其他用途 原來改造其他用途 也需要花費10億美金 還需要5至7年的時間 才可以改造 所以幾天前 美軍正式宣布 這艘準航艦 正式完結 這艘好人查理號 在海軍裏面 除了液之後 搞到 美軍在部署 中國沿岸的計劃 就大亂了 因為本身 這艘準航母 當它改裝完成之後 本身都可以再十幾架 這個最新型的F-35B 來到南海那邊 就騷擾我們中國沿岸 但是這艘擔正旗的準航母 現在整架銷毀了 沒有了 接下來都不知道怎麼辦 那看回 整件事都是一件意外 暫時還未找到 這件事是人為造成的 其實美軍發生 軍艦起火 已經不是新聞 在2012年的時候 一艘洛杉磯級的核動力攻擊潛艇 還有18年和19年 分別都有兩艘兩棲攻擊艦 也曾經在保養的時候發生火警 不過說到最爆 都不是這三件事 最爆的就是 曾經有一個美國海軍的潛艇水兵 為了因為自己要放假上岸 就故意在自己服役的核動力攻擊潛艇裏面 就搞到他著火 由於這個海軍水兵 想享受一個長假期 他都不惜這樣做 但是他這個價錢就貴了 事關這一艘核動力的攻擊潛艇 被他搞到損失了4億多美金的設備 圍起來也有30多億港幣 他的價錢非常貴 最後當有關部門證實是這位水兵做的時候 就判了他17年的有期徒刑 加上要賠4億美金 不過我就不知道他怎樣賠 我們就很久都沒有見過這些震撼的畫面 整架準航母燒得熔熔爛爛 好像正在打仗 但其實如果說被正式擊沉的美軍航母 就要數一件事 這件事也是美國自己教由自取的 當時有一架護航航空母艦 雖然它的噸位不是很大 大概只有這次事件的準航母一半的排水量 但美國是欺負人的 他覺得越南不是對手 這架航空母艦 就駛到越南附近的水域 就直接當人家沒有到 當然啦 當時的越南軍備非常之弱 所以現在也是 但是這個越南派出他們的特總部隊成員 就穿了潛水裝 在深夜的時候 就潛到這架航空母艦的底部 就裝了炸彈 然後按鈕 這一架排水量達到2萬噸的航空母艦 就迅速被炸沉 連同它上面十幾架艦載機 加上艦艇上的成員 都是逃生不及 一起沉落海底 但是最令人驚訝的就是 這位越南蛙人用的炸藥 都是出自於美國的 所以今有美國火災 搞到自己的航空母艦沒有了 以前也有美國生產的炸藥 搞到自己的航空母艦沉埋 所以說美國 如果認自己是最強的航母殺手做第二的話 就真的沒有人敢認第一 所以觀眾聽到來這裡 就發現了 原來全世界最強的航母殺手 就是他自己 我們先看看下一件事 昨天又有一宗審死官發生了 接下來我講的這宗案 請大家細心聽聽 稍後會有一個無獎的問答遊戲 事源發生在去年11月 有一個七區一起搞事的活動 召喚了很多黃人出來 其中沙田大會堂附近 也都是重災區 當時沙田大會堂外面 有很多人在搞事 警察當然要抓人 那些搞事分子 看到警察來了 就真相躲避 其中有三個少年 還打算換了一身的裝扮 但是這麼不幸 期間就被警察抓到 在截查他們的時候 就在他們的背包 那裡搜到鎚子 雷射筆等等的知識工具 其中一個十四歲的男生 就否認有這樣的攻擊性工具 那案件就開審了 而這個十四歲的男生 當時被警察抓到當場斷政 在他身上搜到二十多件搞事工具 但是溫官就判他無罪釋放 那我們真的找不到有什麼理由 當場斷政 最後上到停都可以無罪釋放 那大家又想不想到有什麼理由 不如給10秒時間大家想想 我先說 會不會 因為這位十四歲男生 就是松市的汽車維修員 所以他有這些事情都很合理 至於格仔所說 他身為汽車維修員 限時會兼職設計工作 所以身上有噴汁是很合理的 其實這些全部都不是理由 試問一個十四歲的男生 又怎會從事汽車維修員 那些工作 應該在學校讀書才會這樣 雖然我們幾個都想不到什麼理由 但是有溫官他想到 那不知道觀眾想不想到 那我們現在就揭曉答案 當時上到停的時候 這位十四歲的男生作出一個自辯 他自辯的時候說到 當日是匆忙的時候 所以就拿了其他人的背包走 而其他人的背包 從顏色款式 都是跟他很相似的 所以他自己的背包 就被人背走了 跟著溫官 就好像平時的皇官審望 首先就是讚了個小孩 溫官就讚到他 說他態度即述 就沒有動搖 還說他的證供是沒有不合理的地方 跟著溫官就提出了幾點理由 溫官說到警察的證供 沒有提及各人的背包擺放的距離 所以就不可以否定他是拿錯背包 還有就是溫官說到 警方在被告的背包裡面 是找不到被告的證件 所以在找不到證件之下 那個背包裡面的二十多件的搞事工具 就沒有一樣可以證明到是被告的 那其實正常人都不會把自己的證件 放在背包裡面 你會不會呢 格仔 這些很簡單 不是放在自己的身上 放在自己的背包 如果你放在自己的身上 你不會有兩個證件 難道你有兩張身份證嗎 那我揹著這個袋 都不是我 那是誰 那如果照他的邏輯所說的話 我自己揹著自己的袋 那通街的人都可以拿我的袋 因為都不是我的 還有我有時候 我的銀包裡面 沒有放身份證 可能放在袋裡 那我的銀包又被人拿得了 因為不是我的 沒有身份證明文件 再這樣說的話 我穿著那些衣服 都不是我的 因為我的衣服 不會受了身份證 那我可以被人通街 脫掉衣服 都沒事了 這樣說 溫官 你住那層樓的房子 你都沒有放在家裡 你都是放在銀行 或者放在律師樓 那你層樓 那你層樓 就是不是你的 還有 溫官又說 當日沒有拘捕所有的在場人士 所以背包 是有可能跟其他人 調轉了 這樣說 但其實溫官 你有沒有想過 是個小孩子 作這個故事出來 騙你的 你這麼容易相信人 你怎麼做法官 如果照溫官你的道理這樣說的話 警察平時拘捕很多的 導遊 全部都可以脫罪 因為他都可以說到 他的褲子不知為何 跟其他人同款 顏色又很相似 可能在混亂途中 調轉了 所以袋裡面 就收了包東西了 以後那些罪犯 有什麼事起上來 就說穿錯了別人的衣服 所有在逮捕現場 他的袋裡找到的東西 都不是屬於他的 以後犯罪易得多 那我開始理解到 溫官的理由 為什麼要這麼說 因為可能 有很多法官 有很多法官 不是指你 腦子和屁股也是同款 這樣就調轉了 不奇怪 其實這個溫官也挺夠噱頭的 他的理由真的猜不到 還有沒有搞笑的案例 聽聽 不止這樣 溫官之前也審過其他案 就去年 大家都知道 去年9月1日 機場有些不知什麼 和你一起飛的活動 當中 有對男女集警 又是上到庭 最後溫官判他們 罪名不成立 就釋放了 溫官在這件案中 就說到 出庭作弓的警員 非誠實可靠 他還說 警員如果可以冷靜處理事件 可以避免衝突發生 大家聽到這裡 是不是覺得 好像溫官挺有立場 溫官還問警員 為什麼這麼激動 去拘捕一個人 你看看那些和你不知一起飛的活動 那些示威者失控 還有之前有人私人檢控郭榮鏗 郭榮鏗這件事大家都知道 他在立法會裡玩東西 被人私人提出檢控 溫官就說 法庭不應該隨便干預這些事情 溫官簡直說 連法庭全票都拒批 審都不審 那麼大家聽到這裡 就真是公道自在人心了 當場斷政都可以當庭釋放 現在 這位溫官給我的感覺 就是 他的創作力量和幻想 會嚇你一跳 難怪那些黃絲 對著這一類型的法官 都會說 溫官啊 誰都喜歡你 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 好了 我們先說下一件事 最近英國傳來了一個令人 人神共憤的圖片 就是話說 羅冠聰有份出席一些官方 一些很重要的論壇 而他的背後 還要插著一支 香港特區區旗 示意外國的高級官員 都指明 說羅冠聰是可以代表香港 是不是很難看 整個圖片 沒錯 今次這個論壇 是說什麼呢 這個會議 其實是說 關於怎樣去finalize 即是一些決定 一些BNO的人 來英國的一些安排 主持這個大會的官員 就是一位叫彭代玲的英國內政大臣 英文是secretary of state of home department 英文名叫Pretty Patel 老實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群英國官員 每個人都要改過 好似中文名的名字 彭代玲 你Pretty Patel 就Pretty Patel 那叫什麼彭代玲 肥彭也是叫自己姓彭 你又姓彭 但兩個英文性都不同 整班人在這裏 那關於BNO去英國有citizenship 這個安排 簡直是離譜 因為根據中英聯合聲明 是講明 這些海外護照 是不可能有這個國籍的 但當然這些事情 你要爭論 就永遠可以口同鼻爭 他們就說 借人權為藉口 說我們講到多麼淒美動人 說我們有義務保護 我們的香港港英年代出生的人 所以我們可以給國籍他們 那算了 大家都知道 根本英美勢力就是 禮橫折曲地 跟你中國搞對抗 自從之前的半年報告 顛倒是非黑白的時候 現在就做多一個行為出來 就擺明挑釁中國 羅冠聰這個人 在香港又沒有正觀身份 又是一個反政府的逃犯 都可以插個港區區旗在他身後 說他代表香港 當然離譜 不過也搞笑 為什麼呢 他在香港的時候 他們那幫人舉的是 港英年代的殖民地旗 那現在 你又會拿些區區旗出來 那到底是哪樣呢 但當大家的注意力 都擺在羅冠聰身上 但大家千萬不要忽略一個更加爆的消息 就是 站在羅冠聰身邊 就有 Batrice Lee 李宇軒的妹 什麼時候去了英國 話說李宇軒的妹 之前是搞了大龍鳳 找了國際的Cat Le Fay出來 裝了國際聲援十二門徒事件 那他哥哥 李宇軒都說 阿妹 不要搞了 再搞下去是沒有前途的 但他妹妹就說 不會的 那個不是我哥哥 我哥哥妹說這些 哦 大家那時候就覺得 好鬼哦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 不知是否見他阿康不夠慘 落井下石呢 哦 原來大家知道原因是什麼了 就是 借他哥哥單爺上位 之前他同親都是那些 國際Cat Le Fay 例如說幫 許智峰鋪橋搭路 來著吵 然後搞到歐洲內外 都說他們做事不恰當 但其實他們博上位 那個什麼Thomas Roden 什麼Anders Storgaard 那些博上位 搞事小子 原來集體Cat Le Fay 都是借香港的問題 來著想博上位 那這次他成功了 可以站到他大台了 這個李宇軒妹 Patrice Lee的名字叫什麼 不知道哦 偏偏報導 都是說 他叫做李宇軒妹妹 你知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不知道哦 哦 那就是 擺明借阿哥的名字上位了 今次這班Cat Le Fay 借這些事情上位 還有一個人 一定要多說兩句 這個叫Luke De Portford 裴倫德 就是呢 走去跟我們的 何君堯何議員 尖尖尖尖尖 說我有份搞走 你那個榮譽博士的 這樣那個呢 所以這整班 真是 一個二個都是不知所謂 借這些事情 來上位 那 就是BNO這件事 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 之前 如果香港現在發生了 政見問題 想走的那些人 一早就走了 有能力走的那些人 或者有這樣的資金去走的那些人 一早已經去了他自己想要的地方 你這些BNO呢 只能夠吸引一些 沒有能力 和沒有資產去走的人 這樣也對的 因為鬼不知道 你英國現在面對著 一個最大的經濟危機 就是要欺騙一些 沒料的香港人 傻的香港人 就走去和你開發大西北 你那些什麼 BIRMINGHAM 那些 去那裡住一個禮拜 被人打幾次 老套幾次的地方 大家有看新潮文的片 你都知道的了 還有這個 特地改一個中文名 彭代寧的 這個Pretty Petal 我又要說他兩句 這個人呢 最近英國有一個 反欺凌文化運動 就是反很多種不同的欺凌 學校欺凌 職場欺凌 這樣 但是最近 他就在這個運動發生的期間 就被大批的官員 就說他 搞了這個 職場欺凌 不是 應該是說 政壇欺凌 這個政治的氣氛底下 他身為這個 英國的內政大臣 但是那些人說他 跟他共事的時候 他不但只 那個人 野蠻 整天都大聲罵人 還要說粗口 有幾個官員 還被他罵到哭 堂頭男人都被他罵到哭 這個女人 然後大家都對他很不滿 就投訴他 英國的首相 波羅斯雄森 出來抱他 波羅斯雄森出來抱他之後 也都得到各界的指控 你為什麼可以這樣的人 這樣操守 這個操守 就違反了一件事 叫做大臣守則 Ministerial Code 就是他們職務的人 應有的守則 全世界都說他違反了這個守則 波羅斯雄森就說 死撐 說他沒有犯這個守則 終於導致 有一批官員 因為不滿這個決定 就總辭 不知道羅冠聰和李宇軒案會 有沒有被他罵到哭 不過他們都不怕 他們抗壓力很強 他們逃離家鄉都不怕 應該不會被人罵到哭 總之我現在就是覺得 去到英國英倫地方那些人 全班都不英倫之所謂 更新一下大家 英國現在什麼情況 每日都萬幾而萬單 新增病情 我們之前就送了一首歌 給羅冠聰 約定 他真的約了李宇軒的妹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鄭文傑幫不到 所以他千里少少都要約李宇軒的妹 Betrice Lee 不知道是不是為了上位 所以逃去英國都肯制 反而隔壁十幾天去鹽田探望他哥哥 他不肯 今天我們的節目時間就差不多了 臨結束之前 記得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兩個的Facebook專頁 我們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拜拜